最近的独家讯息带您来看高雄有一名工人 上午在做污水管线改善工程的时候 一个人进到了地下10公尺的寒洞 结果因为里面空气不流通 沼气中毒昏倒在里面 其他的工人在地面发现都没有回应 赶快通报119 消防队员赶到利用绳索将人给拉上来 目前还在抢救当中 消防队员赶到工地现场 立刻带上氧气瓶全部武装 进到寒洞内救人 消防队员吊挂绳索将一名工人慢慢拉起 但工人因为缺氧 从寒洞内拉起时疑似没有生命迹象 第一时间被紧急送上救护车 上午8点多 27岁的卢姓工人进到深10公尺内的寒洞 做污水道改善工程 但由于天气炎热 厉头的朝气相当浓烈 加上工人没有做好安全防务 一进去几分钟人就昏倒完全失联 其他工人发现不对劲 赶紧通报119 混在一个横坑里面 大概有20公尺 我们进去的时候人已经昏迷了 紧消赶到 出动三名客搜人员进到寒洞内抢救 经过半小时救援 男子一度没有生命迹象 目前还在医院观察中 记者宋北威成为君高雄报道